第一上师后带来 有才华却无声张的演员罗靖 看看眼神带戏的她 是如何爱上摄影的 以及在她的心里 什么样的画面 最能代表夏天 第一时尚精彩马上带来 每个眼神都有戏的人 他能将拓拔偷之孙 拓拔俊的幽默风格 淡薄名利演绎的入目三分 又或者将杨俭独当一面时代 英雄刻画的细致如微 他就是第一时尚今天的嘉宾 演员罗靖 眼神有戏的她 与我们分享她的另一个爱好 摄影 做生活的有心人 第一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罗靖 演员需要让表演更具有生活气息 则他需要更细致地观察生活 一花 一草 一行人 演员的敏感度是罗靖留意眼前的故事 然后记录它 他可以记录我 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 我想要记录的瞬间 然后 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吧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进暗房 是十一岁 我是在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 然后就自己冲洗过照片 我知道显影定影 那个时候就冲洗过 我姐姐以前是 上大学都是学新闻的 然后她是学传媒的吧应该是 她会用相机 然后那个时候 她在去那个暗房的时候 我跟她一起去 所以我就知道了 原来洗照片是这样的 所以到现在我也觉得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过程的 因为要是一说到这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很需要花时间 而且要很专注 因为各有各的特点 就是数码和胶片 因为时代在进步 慢慢的包括4K 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拍戏的时候 也会慢慢拍到4K 从最早的早期的机器 它实在在进步 但是不同不变的是 其实你的情怀是不会变的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 你用胶片拍 那可能我要追求胶片的颗粒质感 那可能我会用数码拍 我需要清晰度也好 或者要求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选择会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黑白 个人偏向喜欢黑白 就像那个新出的这个 Mono Chrome 就是它是只能拍黑白 相机是时间的停格器 摄影是抓住流逝的时间里 每一个值得回忆的瞬间 罗进习惯了按下快门 那些充满力量感的瞬间 都是构建演技的敌遇 我觉得这个很随意 就比如说真的是 我前两天我在 上海在拍戏 收工回到家的时候 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个 宋水小哥骑这个三轮车 可能骑车骑累了 就坐那停着 就是在看手机 我看到那一路的时候 我觉得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当我在 抬相机那一瞬间 我拍了三张照片 第三张的时候 正好他抬头看我 就那一瞬间我就拍到了 所以你会觉得 照片这个东西 真的是跟天气环境 光线 包括人的配合度 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会拍出来不一样 的东西 所以其实去捕捉那一个瞬间 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而且我会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就是你去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我其实在重庆拍戏 拍追踪 拍电影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下来 我会自己一个时候拿着相机 去马路上转 包括重庆那儿不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十八街什么 还是就是有很多楼梯的那个 就是我会喜欢去串那些老巷子 有可能有的时候包括站在那个桥上 为了拍那个城市的风景 包括为了拍水上的船 我可能会在那一待待一个小时 在那一直拍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你说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到现在说实话 我还没有说我哪张照片 我就不一定特别喜欢 就是我突然觉得这个照片很有故事性 包括它的色彩 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 我并没有 就像我拍戏一样 你说我让我现在说 我最喜欢哪一个戏 喜欢哪一个角色 我真的说不出来 就都是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都有各有各的毛病 各有各的优点 这是不可分割的 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你总会有一些欠缺 你要做到一个完美 其实很难 这个必须是天时地地人 我觉得人的状态 也有可能是在空调房里 很冷的状态 但是外面的人的一个对比 你说到画面 其实夏天的画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可能跟每一个人的同理 或者你的经历有关系 可能我会觉得 什么是夏天 就是有一个卖西瓜的农民 戴一个草帽 坐在树荫底下卖西瓜 你就很浓的夏天的气息 穿着一个大微信 喜欢黑白 喜欢胶片的颗粒感 是纯粹记录生活的逻辑